字幕E3 目icating of the world 詞曲字幕 李在鑽之彦 作曲 李在鑽之录音 有五大時間變我了 我這時間 小狀 selecting 妻子無鉄血 我回来的天空 在这tin圣上国时上 到希望 reflected 那我好 再与你 那我看 Millionen 你跟着 你吃饱了 Dhamma ma sangkata ma pati kula Mathurami ma paguna subi datang Dhamma ma mamsana ma tamu bemi Yatacadina maha pala mahu Cantususucisu purisayu gesu Atacabukala ramadasate Sangga mi ma mamsana ma tamu bemi Cantusus neue Dhamma maập Dhamma maagran Dhamma ma bites Dhamma mawei Bamsane ma but 清静法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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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供功德 為什麼我們要做焉供 當然特別各位這次來短期出嫁 希望能夠真實得到功德 那首先一定要消除障礙 這個世間就是好事多麼 釋迦牟尼佛要成佛 魔也會來障礙他 魔鬼 那各位來短期出嫁 那更要報父母恩 報祖先恩 所以要為他們上供下施 不施 令他們得到利益 五十八頁 焉供功德 大家都看得懂中文嗎 太好了 太偉大了 現在中文是最重要的 現在中文是最重要的 因為中文大概所有佛教的很多重點都在中文裡面 學中文不是為了賺錢 學中文才看得懂佛陀的佛法 所以中文太重要了 所以大家一起念一下為什麼要做焉供 五十八頁 這兩天都會念 讓大家很熟悉 一 幫助軌道與非人 軌道與非人之眾生都有激情困乏的痛苦 焉供對於中陰生及惡軌道的眾生 和累世冤親債族有很大的利益 能免除其飢渴之苦 此外對亡顧親人有著更大利益與幫助 對剛往生的亡者七夕四十九天之中有著最大利益 因為亡者已無身相 無法取得飲食 只能以文香為食 因此焉供對中陰生之亡者有很大的幫助 既可為亡者做上供的功德 又可令亡者獲得利益 我們中國人最重是超度了 人往生以後還有來世 對於一個剛往生者或是墮落軌道的 他們的食物不是吃 它是吸味道 所以做焉供呢 直接把食物 首先為他們供養三寶 因為所謂 往生者或是孤魂野鬼沒有福寶 所以呢 這些食物首先為他們供養三寶 再來呢 求佛菩薩把這個食物轉為甘露 很香的味道 讓他們吸 吸了以後 惡鬼升天 離苦 而且我們也可以消除障礙 第二 念一下 解除冤敵 所有六道眾生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 冤親在主 我們應以歡喜心去利益他們 共識六道眾生和冤親在主 可以清藏過去的業障 如果我們的媽媽爸爸在生病 我們不理他 那就不對了 不孝順 站在大乘火教 所有眾生都做過我們的爸爸媽媽 如果 爸爸媽媽還在生病受苦 做兒女的要替他還債 所以如果我們經常慈悲 事實做焉供 也就是在還債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爸爸媽媽生病 丟在路邊 不理他 那我們就是一個 不孝順的 所以我們經常做焉供 可以消除 冤親在主的痛苦 那我們自己就沒有病苦 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我們往生的阿公 祖父 還在生病 那我們子孫也會身體不好 因為阿公 他只能求子孫幫助他嘛 他不會求別人 所以阿公如果得心臟病死了 如果你都不理他 做兒子做孫子也會得心臟病 會變成這樣 所以把老祖先的 超渡了 那子孫就平安了 特別做媽媽的 因為有 以前不得不有殺生或墮胎小孩 那這個小孩子如果沒超渡 然後他再找媽媽 媽媽就會生病 如果我們把小孩子 超渡了 送地藏經做功德 媽媽也不生病 如果媽媽也不理他 那他就找他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所以 那變成兄弟也生病 所以我們做燕共 也可以幫助這些痛苦的眾生 那我們也消除了業障 第三 來 清淨惡業 藉由燕共共寢供養諸佛菩薩 以及護法空行眾 令其歡樂而賜加持 遠離人與非人害 其他如噩夢災禍欲造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 也可以得到清淨 所以一支香也叫燕共 這一支香就可以上共諸佛 又能夠回向給這些冤親在主 所以我們就不容易有車禍啊 做噩夢啊 生病啊 不吉利的事情 第四 健康長壽 因為許多疾病都是由於過去的惡業所產生的 因為它是宿在 是需要償還的 償還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做燕共 可以減除病苦 得健康長壽 還有軌道與非人眾生所引起的疾病 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礙為原 比如說現在有人得到絕症或癌症 無論如何治療治療也都沒有效 在醫療同時也可以透過燕共的修持來治療疾病 按照佛教所一個人會生病有三種原因 念下來 夜病 第二鬼病 第三四大病 所謂夜就是你造惡夜啦 殺生啊 吃肉啊 不孝順父母啊 賣假藥啊 這個惡業會讓你有業障的病 叫做業病 那透過做燕共 可以來償還這個惡業 第二個鬼病 鬼就是 有鬼附在你身上 造成你生病 所以你做燕共 可以超渡這個鬼 那你也不容易生病 第三個 四大就是你的地水火風 那你要靠運動啊 看醫生啊 吃飯啊 改變 但是如果 就算你看醫生啊 前面的業障沒消除 鬼病沒超渡 那你一樣生病 所以做燕共呢 可以讓我們 健康長壽 不要 不要為自己 世間只要有人生病 你就幫他做燕共 所以我們那邊有一個 藥師甘露店 我們洪光法師慈悲啊 以後各位來這邊 點個藥箱 希望大家都不要生病 對不對 希望 生病受苦了 孤魂野鬼都離苦 那 你自然就有那個福報 長壽健康 是是 特別家裡有人生病 替他放生 也是這個意思 放生不要讓他被殺 讓他長壽 回家給生病的人 就很容易好 也是這個意思 一無 富貴安樂 燕共除對他人有利益之外 對自己本身而言 可累積無量功德 佛陀曾在經典中說過 若要成為富有之人 必須先行布施與供養 否則無法如願 不論是否修持財神法 若未行布施供養皆無法致富 所以常常舉辦燕共 可以迅速累積富貴安樂的資糧 大家要不要有錢啊 你要說要 出家人說我不要錢 那叫解脫道 他只想自己 他沒有想到別人 大乘佛教 我不要錢 那是眾生需要 了解嗎 解脫道你一輩子不要摸錢 很多出家人 不摸錢戒 一輩子不要摸錢 因為他這樣好修行 但是做大乘佛教不一樣 你要辦老人院 你要辦學校 你要蓋寺廟 那你需要有福報有錢啊 所以做燕共幫助最可憐最貧窮的 這些孤魂野鬼 除了有慈沛心 那你會累積很大的福報 富貴安樂 所以希望大家 天天做燕共 點一支香也可以 簡單 第六來 所以家裡人吵架生病啊 生意不好啊 這個地方不吉祥啊 最好的方法 黑暗就是給他光明就好了 痛苦你就給他慈悲就好了 所以做燕共 供養諸佛菩薩 做燕共 幫助六道眾生 特別孤魂野鬼 這些夫妻吵架啦 兒女不聽話啦 生意不好啊 都可以改善 所以 我們這個地方開始做燕共 整個大祈禮越來越圓滿 希望整個緬甸越來越圓滿 反過來 第七 天龍 地旗 永護 燕共的緣起 是在西藏蓮花生 大士時代 當時有許多的魔鬼和地神阻礙 蓋廟 白天辛苦蓋的廟 到了晚上就被破壞 而當時 幾乎看部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請 蓮花生大士前來解圍 蓮花生大士 即準備當時最好的五甘露樹等物 來做燕共的法物 包括菩提樹、白檀木、野蒿、乳香、眷博等樹 以虔誠的心意供養 祝獲魔鬼、地神的喜悅 並幫忙蓋廟 最後使得蓋廟工程順利完成 後世的人 所以承襲了這個方法 作為廚藏征服的最好修法 在西藏 幾乎所有即將舉行的活動 都以燕共為吉祥緣起 所以我們華人都知道 你做生意不敗土地公 你生意不能做了 土地公、地基主 你要供養他 他就照顧你 雖然這個 並不是佛教的教法 但是呢 基本上就了解 這些鬼神有影響力量 所以 在佛教裡面 寺廟辦大法會 一定要放蒙山、超渡、放燕口 就不會有障礙 所以以前 西藏要蓋第一間寺廟的時候 結果白天蓋好 晚上魔鬼就把寺廟拆掉 國王沒辦法 就請他們最大的法師 從印度 請來蓮花生大師 蓮花生大師來 就請國王準備很多好吃的 包括最好的樹木 國王說 我請你來趕鬼 把鬼趕走了